對不起,又當掉了,悲戰之罪 我已經下載他這個用戶端了 他竟然還有API也這麼好 這是Application Interface 我不需要那麼多 那麼多的功能 這裡一樣有語音輸入 建議在你初次使用他們的時候定義變數 等一下 掃讀 現在你初次使用他 哪有這樣的 建議在你初次使用變數的時候 這兩個要 倒過來嘛 建議 建議 建議在你初次使用變數的時候 要 定義他們 中文修行 這裡是48頁 所以沒有人挪到上面 再靠近一個物件 初次被使用的地方定義他 通常會是個好主意 Full idea define an object near a point Full idea I will use the point I will use the average is first use 這是他第一次用到的地方 好好定義他是好主意 更重要的是 這麼做可以增進可讀 是因為很容易就能找到變數的定義 更重要的是 可是你看我們用IDE的話 他可以很快的幫你找到變數 更重要的是如果變數定義在靠近初次被 使用之處 使用之處 那麼要賦予改變數一個有用的初始值 通常會比較 前面來講沒有初始的話 是很危險 Initial Value 整理會 說和上 啊 不實用啊 不用中文減翻體轉彎 減入後即可儲存 是 在想要 選定 我還要 選定 任何 選定 哇 是我 虛擬電腦沒升了 我得 我得重新開機囉 初始只要千萬注意不能不用 沒有初始化的始 為初始化的變數 會發生什麼形容的45月 OK 48億 我也做 Close Reference 比較後參加 這個 我看不行 那我得重新開機囉 看有沒有什麼需要 我伯父 我覺得奇怪 你在堅持什麼呢 人生就要這麼一次 反倒釋迦牟尼佛耶穌基督在騙我們嗎 你就相信他們會怎麼樣 這樣一走的時候 就再也沒有機會 我們請往下 操縱外 Nested Scopes 放酬可以 包含其他範圖 那個 被包含的放酬 Contained Scope 或稱為內籤的範圖 被包含的話 Contained Scope 或稱為內籤的範圖 或是內籤範圖 被稱為一個內籤範圖 Inner Scope 被包含的範圖 被稱為一個內籤範圖 內籤的範圖 或者草莊範圖 Inner Scope 包含他的範圖 Contained Scope 這被稱為外籤範圖 Inner Contained Otus Go Inner Scope 弄掉 只要一個名稱在一個範圖中被稱告 那個名稱就能被內籤在該範圖內的那些範圖 對啊 只要 孩子可以繼承媽媽的東西用 那個遺場 宣告在外層範圖 也能被一个内层犯所重新定义 它能使用它就可以重新定义 这好像跟宣告有关系 它等于是外层宣告了 或外层定义的内层再重新定义一次 内层可以使用 你不需要再宣告 你不能使用一个 不经过宣告的变数 它的原理是这样 它是外层的 我們這個月 重新開機他竟然會 瀏覽器也幫你 火月更新,現在還有這個東西 探索新功能 怎麼辦 我們先錄完了再說吧 平溫跑到這了 然後Devator 應該已經掛了 一般公用銀還能用 一般公用銀還能用 控制這個東西 隱藏它是無差的 公用銀還能用 小鈴還能用 這個城市是為了掩飾的目的 對於一個韓式來說 用一個權域的變數 一樣定義了一個 區域的變數 權域Global Variable 區域的Local 用同樣一個名字 去定義另外一個 區域變 這是一個不好的示範 這是為了掩飾 使用於說明的程式 對韓式來說是不良的風格 你看 誰翻得比較好 自己說 凶悍嘛 不良的風格 不好的示範 中文真的 幾乎 幾乎就像這種地方 都像機器在翻一樣 完全沒有人的溫度 智慧和血脈 血肉 使用權域變數 並定義同名 的區域變數 使用一個 權域變數 並用它的名字 又去定義一個區域變數 這不是很清楚 像話這樣 僅用於說明的程式 這個程式只是用來 示範用 不要跟他學 你看他痊癒的在 man的外面有一個resolve 等於42 對不對 這個ind 變數 resolve還是goboscope 那在這裡頭呢 他又叫一個 unique 等於0 這個initial value unique has black scope out put use global resolve use 這是下面解釋的 output 就是cout resolve 所以他這裡可以用他的 對不對因為他這裡定義了一個402 hchoose的話 所以他可以印出42然後中間空一個共和再印出unique 這也是0嘛初始化這裡 然後nline 所以他說output use global reuse 然後point指向42 印出42和0 這裡是42空一個半型空和然後這裡是0 然後 再定義一個reuse 這就是他講的對不對 不要定義一個 雖然可以這樣 沒有問題可是盡量不要 那他還初始化給他0 new local objet name 那個 你看他前面就講的objet常常他是靈活的用 他其實嚴格才會說對應該是local variable 他的名字叫做reuse 跟global variable一樣 heis global global oh 對不對他說這就好像被redefined 其實這個redefined他說盡量避免啊 對不對 他說heis global 就把他隱藏 為什麼這裡不是override呢 他會印出 2 Cout see out 第一個印出了 第二個印出 他這個頸2大概是0 然後第二個印出reuse 他已經被重新定義 所以他是0 空一個 unic他也是0 所以變成 印出來的會是0 空個0 然後第三個呢是 印出 诶 等一下很棒 這是什麼意思 單獨使用他 範疇運算 這前面有學過範疇scope operator operator 直接使用他難道是引用他嗎 所以他會印出四色 真的耶 直接使用前面沒有的話範疇就是他外面 對嗎 對不對 unic420跟第1個一樣 Veternin Veternin是個印用man 第1個輸出而出現 before the local definition of you reuse 明確地請求全裕的人 印出 對請求 明確地請求 他要印出這個全裕的 對不對 所以全裕的你就要加上 範疇運算值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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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 a global review 明確地 要求 呼叫 調用 全裕的這個 Object or variable 這個reuse 這個 Variable 第一個輸出 Output No.1 出現在 reuse的 去定義之前 因此這個輸出 數據 使用 定義在全裕範疇中的名稱 reuse 此數據印出 第2個發生在 區域定義之後 rebuy 重新定義了 區域的reuse 現在 位於範疇之中 因此 這第2個輸出數據使用 為 reuse的區域物件 而被全裕的 那一個 這裡物件多子 變數的意思 那第3個輸出 Output No.3 使用範疇運算子 看吧 所以我們 理解的是對的 殘件1 第1章第2節 範疇運算子 第8頁 第8頁 使用範疇運算子 Score Operator 來複寫 你看 複寫 綠色的 複寫 這個複寫其實就凌駕他之上 對不對 蓋過 白話的話是蓋過 中文白話 蓋過 因為 你只要不加範疇運算子 預設的是 你看他說預設的範疇 預設的就是用這個最親近的範疇 定義的 我重新定義的變數來 區域範疇沒有名稱 因此 區域範疇是沒有名稱的 所以前面有提到一些 好像大家都會NAME 都是具名 有些會沒具名 比如說像那個區域範疇就沒有名稱 因此當範疇運算子的左邊是空的 請求的就是從權域範疇 擷取 右手邊的那個名稱 對不對 因此 因此 我們要找到這個區域範疇運算子的 我們要找到這個區域範疇 我們要找到這個區域範疇 第八頁跟頁碼都一樣 去蓋過 用複寫都有點怪怪這種翻譯詞 去蓋過這個 或者把它冰封起來 封印起來 封印這個詞 看布袋希看多了常常講封印封印 你看就這個馬 封印起來不用 跳過它叫override 跳躍 騎馬跳躍 跳馬鞍 the default scope rule 預設範疇規則 the global scope has no name 你看這叫區域範疇沒有名字 這怎麼會區域 這是權域範疇沒有名字 它竟然寫區域範疇沒有名字 翻錯了 權域 golbo是權域怎麼變區域呢 區塊範疇 它前面是翻區塊嗎 這叫區域範疇 唉 翻到沒有 哇 對 完全翻錯 有名 也十九 這本書的問題不少咧 我好像變成審定人了 他只有翻譯他都沒有審定 是權域範疇還對 區塊範疇 是權域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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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是權域範疇 是權域範疇 沒有名字 沒有命名空間 是權域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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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樣 省略的左邊是一個空子 他就是要 抓到一個名字 在右邊的位置 就是 從權域範疇 就是從權域範疇 就是從權域範疇 裡頭去 抓出 the name on the right side 右邊 右手邊 的那個名字 從權域範疇 從權域範疇 抓出來 這個後面是範疇的 所以這個運算是 使用權域的 reuse 並列印出 將一個區域範疇的名稱 定義成 跟韓式 會用到 或可能使用的權域範疇 一樣 幾乎總是個壞主義 一個區域的名稱 他是重複前面講的 這是一個壞主義 那是壞風格 不良的風格 這裡他就翻成壞主義 你們是中國人台灣人都好 這種中文你看得懂 哪有造英文造翻呢 我都想幫他重翻 我想重翻真的 這本原本說 他說我翻了 這沒有版權嗎 不行 他沒有授權我翻 對啊 我自己翻的部分我沒有版權 對不對 你看 我翻的你看得懂 還是黃先生翻的你看得懂 要命 你看他這個有授權 前面飛頁翻過來 中文本授權是2019 Copyright 我也去跟他申請個授權 我來翻 翻的覺得比他看 你看 你看我翻出來的 你就會非常懂 你真的外行 外行的嘛 真的從零開始學這個 西家家 可是有些地方我們真的還不懂 像他編意 我們使勁修到現在 你都可以把 有些地方是 不清楚的 我們還不是很有把握 It is almost always a bad idea 你看 to define a local 那幾乎是一個絕對不可能 照著去做的行為 絕對不可能去 該這麼做的行為 你看 就是用 定義一個區域變數 用一個同樣的名字 用一個權益變數 有的名字來定義一個區域變數 尤其這個權益變數是韓式 可能會用到的 或者真的會用到的 真的會就use嘛 可能會用麥 所以你的麥就是妹嘛 前面都妹就直接翻能 我們是比較 翻成可能比較好 你能的話通常他都會用can will 比較肯定的語氣 你用妹、麥 尤其麥就更假設語氣 又是練習exercise 2.3的練習是什麼 8點多 下列程式中 J的值 What is the value of J in the following program in i等於四十二 in i是權益值 然後這裡又重新定義了它 而且初始化它的i的值變成100 然後in i in j等於又用重新定義的i來給j 那這裡當然j就是什麼 j就是100了 不會再是42了 這個我們直接快速給它打一打 然後這個 也不行 冰型的話它一定也是很麻 對不對 全域的在它範疇1的 i等於42 然後 i再重新定義一次 它都要明確宣告行別的 然後這個定義的j 並且把它初始化給i 那你看那個j會是多少 執行到這邊 你看區域變數 你看區域變數 對不對 目前還沒有 i已經變100了 那當然很明顯 接下來就會變100 不會是42 那我們從頭來 執行到這邊 原來是42 進入這個區塊的時候被refy 重新定義 i是1 i怎麼會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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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怎麼會是1呢 難道還沒進來不算 欸 奇怪 那這個幹嘛 這沒有用 這樣IBM100啊 欸好奇怪 這裡它不能執行嗎 什麼 欸 就是1呢 欸 那如果我是用 串值的去 他說盡量用串值對不對 串列的 list initial 還是1啊 欸 太怪了 怎麼會這樣 那這我就不懂了 不是應該42嗎 如果我這裡不用那個呢 能夠靠用 是多少 J42 反而這時候 i是42 哎唷 欸看到沒有 真的要 親自操作你才知道 你看這個時候 i 不見了 對不對 因為你還沒用到它 權益的定義沒有用到 我跟你講這要怎麼弄 你知道這叫dynamic 你加個static 他一定一開始就出來 你就知道static 為什麼 跟沒有static 差別在哪 i出來了 你看 氣體會先配著 欸 超乎我一樣 i出來 啊 對不起 啊 這個不是區域被人手 不是local 那個吧 這是global 哎唷 我喜歡寫程式就這樣啊 這不斷模擬的 邏輯思考嗎 對啊 你這個是要在這裡啦 監看師才行啦 你因為你現在這個沒有嘛 他其實可以編輯監看師啊 b現在用不到了嘛 新增健康師你直接打個i就好 對不對 i現在是42沒錯 那我把這個保留 哎呀 哈哈哈哈 剛剛說不懂了 哎為什麼 1 為什麼1 因為 區域變數 他隨便抓個字 還沒定義嘛 哦 現在終於懂了 好好玩 哦 你看哦 哈哈 哇真的 哇太精彩了 可是這個如果當調你們就看不到 然後就看直播 哦 你看 沒人愛看直播隨你 我們已經分享出去了 就不是我們的問題 最後哎 都說我們好你們不好 就不要說我們嘗試 從來沒有嘗試 就是你自己 對啊 都分享出去了嘛 對啊 現在沒人看嘛 我們以前都沒人看 真的學到 學得很渣 你一定要弄懂 不要這樣 為了感興趣混過去 你看現在i是1 可是你看 這是區域變 是這個i是1 因為他還沒出實話 這個1是假的 就隨便抓個字給他 這麼巧他就給他一個1 那你看 我看 瞼看式 等一下 等一下 一樣耶 那就是 只要你在 inner scope outer scope 外部的這個 範疇 外層範蟲和內層範蟲 你在外層範蟲 有定義 內層範蟲有相同名字 他就會另外弄個字去配給他 有沒有看 這個就絕對不是區別 所以他才說你盡量不要取同名 這樣混淆 這樣混淆 可能是這樣 那假如你把這個 把它come out 把它變 那個 文字化的 那個註解化的話 你再加一個 他就會 重新編譯 不然這樣子 你就還原就好 那你看 進來這裡 他還沒射 所以他也是 ise 因為我們剛剛弄完 他就換成那個 變100 那J當然也是100 那你如果把這個拿掉的話 i4 執行到這 i4 先看式 42 有 有沒有 你就知道 梅嘎在哪裡了 因為他 唯一的寫的是 就是他重複 所以他會 即使 是 不是非區域變數 也是 區域變數這裡不會顯示 就是因為區域變數沒有 這是Global變數 Global的Variable 全綠的變數 太棒了 整個是 所以不要小看在練習題 對不對 懶得解 動手你怎麼會發現 是要練成是合法嗎 如果是印出的會是什麼字 好 好像點兩下就會反到對面去 真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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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合法 什麼字會被印出 我們先讀再去實作 下面這個program的計劃 所以程式為什麼用計劃 節目這個詞來翻 由表哥的原理 因為你寫個程式就好像在 計劃什麼 像拍節目這樣 定義一個i 這個變數是int的型別 可以給它粗俗化,initial initial value sum是粗俗化 for int i i又重新定義囉 對不對 變0,不再100 i不等於10的時候 就一字字形 不等於10 i加加 然後 sum 等於sum加i 他可以取用他這裡的區變數 沒問題 這裡是合法 最後跑完那個迴圈之後 跑得完嗎 i加加 i等於0 i加加123 然後最後一個 這個是 這個是 結束的條件啊 我都忘記 對結束的條件 當他不等於10 不對啊 i不等於10就結束 應該是結束條件啊 因為他上限值嘛 那i一開始就不等於10他就結束了 所以他會印出來 這個 Polivariable upwind 所以他只跑一圈嘛 只跑一次 所以sum是0 0加 0 0開始 所以還是0 所以他cout i印出來控一個sum 所以印出來應該是0 控格0 然後 注意c啊 來我默寫一下 這個層次 這個很好 i 我們照寫 i等於半sum 0 0 初始化 然後for i 這其實 用他這個就可以了 不要用印 因為這個印是 5號的 有號的 有號的會負嘛 他不可能跑負嘛 他加加 0開始加1怎麼會跑負 所以沒有問題 奇怪人家明明都寫在後面加加他都寫在前面然後到目前為止都還沒講 他是說i不等於10 這跟csharp一樣都用 4號的 4號的 還不等於 3號 3號 然後列印,跑完之後,他沒有加刮虎啦,可以不加可以不加 可以加可以不加 C2 請他印出I 空格 空格的 這個 escape sequence 跳位置卷 逃脫或轉譯 前面那個講 留 沒有空格嗎 沒有 沒有 你就要用八進位的來表示 我們還是用它這個好 在印出 他印出 sum 再印出 所以我們整個 執行 我們剛剛說是0和0耶 現在 答案竟然是錯 其實是0和45 100和45 i等於0 啊 對 我初心 他這個出了這個範圍就死了嘛 所以這個是100沒錯 可是呢 這個i sum 0加 sum 這可以用 這個是他外面的嘛 裡面的可以用外面的 0加上0 等於0啊 那為什麼會是 45 一次加到 i不等於10 難道是i不等於10的時候 一次執行嗎 i等於10就停止 是這樣嗎 啊 對 對對對 i不等於10的時候停止 不是0剛開始就是 是 來來來 你這個沒錯嗎 執行到這 這個時候區域變出 sum是0沒錯 i是100 你看兩個i on sign in 就這個 這個on assign 所以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啊 我知道了啦 難怪 我們這裡是用on assign 跟題目不一樣 製作聰明 所以萬一是這樣呢 可是一樣 他會重新被定義 i 沒錯 0嘛 i是 這裡還沒定義 所以他等於是重複兩個 一個 外面的i一個裡面的i 一個裡面的i 裡面的i變成0了 然後上還是0 i不等於10 當然不等於10啊 這整個加起來是true 對呀 true的時候他繼續執行 所以那就是 i等於1 1 上的是40 執行到這裡 難道真的45 真的45 i還是100 因為這個i已經死掉 所以這個i並沒有重新定義他這個 關鍵是在這 另外一個 再來一次 有沒有 它是is 所以他在這裡的時候他是不會被重新定義 有沒有 這兩碼的4 這就是說他前面有提到在不同的區塊 不同的scope 你可以用同一個名字 紫色不同的object 對不對 你沒看他都是i 其實他是不一樣的 這個object的意思就是 暫住記憶體的位置啊 儲存那些值 可是這兩個是不是同一個 所以他變 現在是0 等下是1 3456789 所以他就是不等於10的時候一直做 等於10就結束了 等於10就不止 不止清這個 再來一次 主要是看他就是裡面 裡面那個i 會變外面的那個i不受影響 嗯 嗯 嗯 好 我覺得 作者很厲害 很有心 他一定很精通 才會出這種題目 對不對 嗯 觀念很清楚的人嘛 所以怎麼變都變化在那 就好像我們博文很厲害的人 也是啊 語言嘛 有沒有 程式語言 Manguage 你當年很厲害就會變化 然後靠 包括邏輯 所以我才強迫學生 要去讀那個思想方法 留去耶穌 覺得什麼是 個人的要求 唉 這次 程式是合法的 寄出的是 要源 我們做了就要給他 剪下來貼上 這是 這是夜四十九 夜四十九練習 合法的 一百空格四十五 一百空格四十五 嗯 複合型別 現在是複合型別 Compile Type Compile Type 複合型別就是以其他型別來定義一種 型別 即將要擁有幾種 複合型別 其中的兩個 即參考 References 和指標 我們會含蓋在本當中 這個指標喔 Point 還沒認識西家家前喔 就聽到人家說指標在西家家中很重要 所以原來他是複合型別 Refence 和 Pointer 定義複合型別的變數比我們目前為止見過的宣告還要補償 再注意定義和宣告 再注意定義和宣告 哎呀 這有靈音嗎 這有靈音就知道 呢 有靈音就是 出品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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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項 定義和宣告 44頁 那裡畫你那裡仔細看 你看這個復活形也都是要仔細看一個名稱的範圍 這是必讀的 宣告安定 在二字二字中 我們說過簡單宣告的組成是一個形別後面跟著的 串的變作 一字熄請 九十五無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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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無禁 二十五無禁 五無禁 更廣義說一個宣告是一個基礎型別 Bestime 後面接著一串宣告器 Decolorators 每個宣告器指明一個變數 並賦予該變數一個與基礎性別相關 與性別關聯的行為 從目前為止見過的宣告之宣告器都只是變數名稱 這種變數的性別就是該宣告的基礎性別 一個宣告是 剛就斷句斷錯一個宣告不是一個基礎性別 是說一個宣告是一個基礎性別後面接著一串 宣告器 更複雜的宣告器會指定具有複合性別的變數 這些複合性別是從宣告的基礎性別建置出來 RVALUE REFERENCE 2.3.1是參考 新標準 他這裡為什麼沒有新標準 新標準引進了一種新的參考 RVALUE REFERENCE UALT R就是WRITE UALT REFERENCE RVALUE REFERENCE 我們會將他涵蓋在 13.6.1 這種參考主要用在 類別內部 嚴格來說當我們使用 RVALUE REFERENCE 參考這個詞 代表的都是 左直參考 不是右直參考 新標準才引進了右直參考 13.6.1 嗯 來看 左指是永恆的右指則是一指一時的 532 你只要这样想靠左对齐嘛 我们写程式 从左边开始 这左是永远 你看写到右边有长有短 右边是不定的 左边是横在 正好读在这个 我听到我弟弟 收了 收了 我现在就想出去 今天晚上可以看火修 物核型别的 一直到限定词 COS的限定词那里 应该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参考REFERENCE 为一个物件定义了一个替代名称 一个参考型别 参考是 referred to另一个型别 一个参考型别 参考是另一个型别 所以它叫参考 我们定义一个参考的方式 是写出前后加d这种形式的一个宣告器 其中d是被宣告的名称 参考是 I will 等于那个 然后 int 啊 情号 与 UF Value I value UF那里就reference 参考是 I value 另一个名称 一个 丑乎一个参考必经 必须经过初始化 它是不能独立存在 它一定有所参考 所以你一定要用 这一半 至少这样 等于这样 Aside 用半个初始化 初始刷系 始化系 也就是 我跟你讲啊 也就是怎么样 我们前面定义一个变数 前面是行别 它现在说后面是宣告器 Decorators 现在我们可以用运算员运算值的概念来类推 前面是运算母 后面是运算值 前面是宣告母 宣告员 后面是宣告值 所以英文才用tor嘛 对不对 tor嘛 宣告器tor 像operator它也是tor嘛 那一个参考它一定要 不能独立车 它所有参考的东西 所以你当你定义一个参考的时候 你定义一个参考 有方式 一个Magnonization 对不对 前面讲的一个机制 一个原理原则就是 要写一个前号 然后它这个D 其实就是Decoration的缩写 使用一个D 那你看跟一般我们宣告变数 和宣告参考有种不同 就是宣告参考它前面加一个前号 就是这样而已 这是基础的形别 和基础形别相对的就是compound type MORE COMPLECATED CALCULATION SPECIFY 指定了一个Variable 定义 它指定了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是具有的compound性别 然后它BUILD FROM THE BASETAB 它是从基础形别来建构 所以它一定要被 现在你初始的话 就是根据你根据哪个基础形别来建构 像这个例子就是根据INT 因为这个IVAL这个变数是 IVAL的变数是 所以它是WIFER MEL它的 我先定一个INT 可是它参考的基础形别是这个 是这样 在这个宣告里头 一开始 我会知道 在这个宣告上 明天的事 这个宣告上 是 在这个宣告上 如果你有没有任何 我們寫看看 A.N I.Val 等於 有沒有出什麼 1024 然後來定一個參考 不是前號喔是隨手符號 而且要空一個 你看錯誤 參考變數需要初始設定式 你看初始設定式就是說那個初始設定器 對不對所以 Vidual Studio是 縮成設定式 Initialization 對就是Initializer 我們查一下那個微軟的官方 預言 Initializer 初始設定器 初始設定式有沒有 對嘛 他叫初始化器 Especially who value is the first initial Value 這個 他叫初始器 微軟是 初始設定式 這是在第四十二頁我們補一下 這是在第四十二頁補一下 是 初始設定式 初始設定式 這就是這個就是他這個例子的錯誤 我現在就這樣我不用二嘛 所以不是前後是這個勒 連字號 中間還要空一格你連著可能還不行 連著可愛可以耶 空幾格可能都可以 他只要出現那個就可以了 讓他等於I 這不能設一個值他一定是要一個變數一個形別 所以你看他自動把你編排是這樣 其實這樣也可以對不對 我們看執行到這裡 編譯一下有沒有錯誤 你剛剛看到他層次自動幫你編排這樣編對不對 所以其實他你只要出現這個就可以了 都沒問題嘛1024他就等於1024 他只是這個可是他形別卻是 有沒有類型是印的這個是reference 所以reference就是有這個連字號 你知道這個這個類型就叫什麼 微軟翻類型其實就是我們這課本的形別啦 他有一個型對不對 這個類型就是這裡的複合型別 大概就這樣這個是basic base type 基礎型別 那這就是複合型別 所以這個隨你怎麼寫啦 只要中間有出現這個連字號 你看這個跟一般的像你看我拿掉這個就不是 我們再重新 重新會的編譯 你看我拿掉這個之後 停止再重來 我沒有做那個中斷點 我執行到這邊 你看拿掉那個關鍵 那個應該叫specify 或者identify 指示的那個詞的時候 你看區域變數 有沒有他就沒有那個 因為你沒有加那個連字號 他就把他看成一般的詞 那你再把他這個你初始畫的詞 再給他跟剛剛的結果是一樣的 可是意義不同 什麼不同 形別不同 對不對 對啊 這個是compound 那個是base Base型別 是這樣 沒有那個連字號 這個在 應該應該是叫連字號 我記得有些他會給你翻 要看成PR 哪 是不是掉了 和號 和號 核號 總核嗎 比較核號 Ampersand Ampersand 一般來說當我們初始化一個變數 初始器 就是初始什麼是 微軟翻成 初始設定式 初始器 Initializer 也只會被考 被到我們所創建的物件 所以你用氣翻真的很不適當 設定式人家還知道好像運算式那種感覺對不對 怎麼會用氣來翻呢 就是 其實我跟你講他氣翻的倒是蠻口語的 你要具備專業知識 你才知道他這個氣在講什麼 會被拷貝到 其實就是指拍過去嘛 為什麼用拷貝 可是原文一定是拷貝 他就直接就copy 就拷貝 When we initialize the variable the value of the initializer is copy 被拷貝 into the object 那也可以說assign啊 那他為什麼不用assign 因為怕會跟那個assign混淆嘛 因為他這裡用拷貝 初始 初始這設定是傳回的直 或表達的直 就讓它成為這個 我們創建物件或者那個變數 這裡物件他前面提到的時候 跟變數是靈活自由的用 我們定義一個參考時 就不是拷貝初始 是初始期的直 我們會將那個參考細節到起初始期 抱 拜 所以不是拷貝初始期的直 可是我們剛剛 爭錯直是一樣的 對 對 注意啊 一旦初始化 一個參考就會持續細節至 他的初始物件 你沒辦法將一個參考重新細節 revine 總而 沒辦法 為參考另外一個不同 因為一個參考無法 一個參考無法重新細節 所以參考必須被初始化 來囉 難道變數可以重新指定 assign 所以變數就不用初始化 剛好不是 他必須被初始化這裡的意思 他翻成這樣就傳達不出來了 must be initialized 意思就是你不給他初始化 這個參考是沒有意義的 對不對 他也要細節他所參考的東西 一個參考就是一個別名 alias 這就是前面講的替代名稱 altern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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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參考就是一個別名 alternative a reference is 意思 大協本來是大協 n alias 是不是要唸 別號別名 al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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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參考並不是一個物件 一個參考並不是一個物件 非常重要 而只是一個已經存在的物件的另一個名稱 它只是名稱 它是一個影子 對不對 對不對 它是一個影子 anot just another name for an already is this an object 那為什麼需要用到參考 他都先講 知其然 希望他前面有講說要知道為什麼 一個參考被定義之後 在那個參考上的所有運算 實際上都是 在該參考所季節的物件上進行 它只是一個中介 一個router 繞過它的 中介的 好像路由器這樣繞 router 它所季節的物件上 實際的 它只是一個影子嘛 真正在作用的還是那個 它的參考 它的基礎 所以這個複合型別 用compound 我覺得分成貼 我們說倒貼 倒貼型也還比較 哈哈 一個參考被定義後 還以為這複合型別 是一個具體 有一個東西的 可以因此成為一個物件 都不是 一個參考被定義後 將 referent valid 那前面已經定義了嘛 所以它這裡 設定 對不對 所有的運算 包括這個 assign 重新指派一個指給它 抹去它原來的指 抹去它原來的指 來 哇 我要把這個 Solomon 蠻好抽的 很像 可是現在 都不抽了 盡量不抽 第一方面省錢 可以去多行故事 救濟 幫助別人 一方面是 真的 很煙喔 還是有補作用 跟酒 我最近一直喝啤酒 你不知道它的壞處 你就不能厭理它 你對它總有向往 來我們回到這裡設定一個指 把它關掉之後 你看設定了 所以它其實就是來一個 這樣 Shift 7 這個東西就對了 那一樣我們執行到這裡 看它這個區域變數 它這就會跑出這個 對不對 這是我們要的 那你現在 對這個 Reval 指定一個2 原來它是1024 對不對 哎呦 竟然是錯誤 為什麼 R E F V A L 啊 這是大邪 所以這個是 這個錯誤一定是說 識別字 對不對 識別項 沒有定義 你看現在都知其所以然 是不是就很好 哇 太棒 分大教學 它這個就是陀峰的命名法 讓你知道這是reference 這個value 參考這個值等於2 原來是 你看現在它的值是1024 我現在給它執行到這裡 重新編譯 這它可以接受它就不會叫你停止 你看這個Visual Studio 2019不錯用嗎 它竟然給我跑完了 這個 這個 好像拉太高了 我倒想把它放下來 對不對 你是覺得要拉上去 你是覺得要拉上去 來 自定 這一個嗎 看可不可以多選 不行 區域變數 在下面可以 逐步執行 在下面也可以 不進入寒順 就只有這個把它拉下來 它就跟著跑 即時的讓你看 這樣會好一點 好 你看它現在區域變數 對不對 1024 現在1024 我執行下一段 它就改2 然後你看 因為它真正的運算 是它在運算 所以其實它被改2 一起改 有沒有看到 一體的連動 它只是一個影子 完全就了解了 對不對 所以你不要以為我 Aside值給它 其實Aside值給它 就是Aside值給它 這個是Aside值給它 這個一定是Aside 抹出旧值 賦予心值 抹出旧值 那個 assined to to 對不對 judge to which refer refer 例如 go to i 这里是i where 然后下面那个呢 in ii 等于 这里又是怎么样呢 把他的值 设定给他 注意他这里没有参考 所以他只是传值给他 Same as ii 把这个 same 这是一样的 好像是 ii 等于这个一样 他是说这个表达式其实就 跟这个是两个是一样 你看等他放得很好在里面等同于 你好了我们就称赞 完全就是对等同于这个的就对了 这种写法就等于同于你直接 int ii 等于 i value 是一样 那我们来 int ii 等于 我试试看你可能打空白键他会送上去 不会喔 R1 FV 因为我这个是小写的 诶 怎么不动 中段 然后 执行到这里 你注意 注意变速变化 ii 对不对 现在是2 把他指定给他 你注意啊 他还是 ii 他不是 只有他是参考因为 你在定义这个 ii的时候 你没有给他那个刚刚的和号 对不对所以他是 best time 他不是参考 那接下来 他其实是在他本身身上计算他可没有在影射到哪别地方啦 镜像 2 他还是 in 所以他说这个 这个操作就很像那个什么 跟这个i value是一样 这样 是不是 这样 这可以说 也不能翻成副本 就是他的一个白手套或者他一个代表 主要的实权还是在他被参考的东西 不在他被参考的 不能说副本 副本是一个实体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影子是比较好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想一下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这个是第五十页 其实就是 他参考的 对不对 对不对 他说别名 为了替身 为了替身 可是替身 感觉就是 还有这个实体 对不对 他不是本尊 被参考的是本尊 大家都喜欢用本尊 来形容这样就OK 他那个只是影子 你看他这个 他一定是个热键 或干扰 很讨厌 一大堆热键 我明明在用这个程式 他等于是系统热键被他占助了 快速键 老板键 快速键 截图 没有 其他 快速键只有这样 手标 我不启用老板键 怕老板看赶快缩图 不启用的话 不能不启用吗 不启用的话 是不是就 不会再 被干扰 被干扰 还是会 讨厌 115 也不能说讨厌 他可能写程式的时候没有故意到这个 不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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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势提示 手势提示 显示手势 启用老板键 快速键 手势列表 前进 后退 刷新 当前 关闭当前标签 恢复上次关闭的保险 向上滚动 向下滚动回顶部 前一标签页 后一标签页 打开115个人 按住左键 按住右键 按住手势 按住手势 好啦 我先 固定 固定不见 固定不见 跑到这儿来了 哈哈 怎么会这样 本尊 然后就有了吗 当我们对一个参考进行指定 我们指定的对象 就是那个参考所细节的物件 当我们 截取一个参考的值 我们截取的其实是该参考所细节的物件 同样的 当我们 使用一个参考作为初始器 这里前面例子就有 对不对 AI就是 用参考做初始器 初始设定式 我们实际上用的是该参考所细节的那个物件 实际上 所以实际上 对不对 对不对 We are really use the object to which 这个 object 就是 the reference is bound to 细节的物件 英文几乎都后卫修饰 懂这个道理就很容易读 因为参考不是物件 我们不能定义 对参考的一个参考 对 要物件要实体才能被参考 参考是不能被参考 约了51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参考不能被参考 参考 参考不能被参考的意思 reference to a reference 他这个断章取义 应该是 他这个断章取习г 为参考的 We may not define a reference to a reference 我們不行,這裡倒不是有可能 這邊用紅色,紅色以為是錯字 參考的定義,前面不是一定定義參考 我們可以在單一個定義中定義多個參考 那就跟單一個宣告裡的定義很多變數是這樣嗎 作為參考的每個識別字 視別字,微軟是翻識別項 必須在前面接有 沒錯啊,剛剛我們都試過了 接有一個核號嘛,對不對 你沒有的話就是一般 剛剛講過就是一般的變數 它就是靠那個核號來表示 奇怪,這個真的沒有 我記得人家是講蓮字號啊 我記得人家是講蓮字號啊 是這個啊 海粉才是蓮字號 是這個啊 天色也就是這啊 真那個牌人 叫龍羊 五眼羅啟題 要點符號列文列碼 大繪子 at hashing number hashing 警號 hashtag hashtag 或者叫number hashtag slash是斜線 正斜線 backslash at 其實是address hashtag 波浪號是 tilda tilda 蛤 tilda 這難道不能設置他馬上跳出來嗎 選項 應該是 訊息 什麼叫 pop up 選擇目標語言 當然中文 繫用pop up 起用字典 顯示翻譯器按鈕3秒 固定彈出傷口 保持最 保存最性的工作 這個很好 使用快捷鍵方式 翻譯雙擊 接用翻譯例子 選項那麼多 Hython 它就跳出來了 它就是剛剛 電機上級,然後固定彈出窗口 tilde dash 這個常常大家都會念 underline 我們那個是叫underclose underscore dup 這個還是剛剛那個嗎 ampersand and and and號 以及 所以中文叫和號 他這時候 他叫符號 amper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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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 aster aster comma 撇號是 apostrop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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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撇號,其實都單引號 還有這個colon colon semico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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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gle Quotation Mark Single Quotation Mark Single Quotation Mark Double Quotation Double Quotation Per Phantasy Round的圓光號 Bracket Curry Bracket Curry Braces Braces Bracket Random 這個才是Bracket CurrySquare Angle Bracket French Code Quote 原來這個是法國人發明的嗎 French Quotes French code French Random Mak Fr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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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再看再看 再看一看 哇 馬上就忘了 Appendix 面法字 基本拉丁符號 Amper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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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都是int 這也出現了 後面這個r 所以r2 是int 對不對 那這個複習一下 嚴格的說完整的說是r2是一個 int型別的物件 變數 你看省略就是r2就是一個in 對不對 然後呢r呢是一個 reference 參考到i的 他定義的時候一定要初始化 初始 設定式 initializer 一定要有initializer r is a reference bound to 系列到這個i i inti3 等於這個是i3 is an int 然後 初始值是1024 然後 這個r i這個reference 系列到i3 這個int 然後這個是 是系列到i3的 r3是系列到i3的in i3前面已經有 定義是這個 然後 r4呢你看這次有兩個都 是參考 所以他是跟 所以我們前面說的沒錯 他其實就是變數 前面加了一個 amper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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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前面多加了一個ampercent 這個合號 中文叫合號 總合嘛 對不對 啊這個就是 他 reference to i2就是bound to i2 bosser reference 可是他們報的東西不一樣對不對 雖然他們兩個都是 參考 除了我們會在 2.4 1和15.2中涵蓋 的兩個例外 一個參考的行別 與該參考所指涉的物件 必須完成 所以還是有例外 對不對 還是妙一下2.4.1 還是妙一下2.4.1 你看對 對const的參考 c-o-n-s 唸const al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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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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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61對 51 他是有參考 61 15.2.3 轉換於氣層 2.3.1就是這裡討論 2.3.2 對,51 601 它有很多 Cross Reference 你看我們書叫Reference也是一樣 對不對 只要我前面這一頁是後面這一頁的Reference 那當然前面這一頁就為主,後面這一頁是虛的 對不對 一樣的道理 它用參考 命名是很形象化 因為參考型別與該參考所紫色的物件 必須完全符合 初始化的時候你就是 用它是 此外為了我們會在2.4.1中探討的原因 一個參考值可以細節是一個物件 可非一個字面值 或是更一般的運算式的結果 要注意喔 2.4.1 61頁 將會討論的 原因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參考一定不能去 系列到一個字面值 所以你看到目前為止 它都是用一個 變數和Object 它這一樣Object就是 用靈活的說法 它並不是用一個字面值 一個前面 難怪那裡是 討論Counts 一個類似常數的這個東西 或者一般運算式的結果也通常是一個值 不行 你可以 可能可以系列到運算式本身不知道行不行 總是要 參考對應的是物件 參考的對應是物件不是值 這裏 我們可以做個小筆記 52頁 也是51 參考不能再被刊 因為參考不是物件 那個 這裏是做嗎 參考 這裏是 對象 只能是 只可以細節字一個 值或數值 對不對 數值常數 只能是物件 或者變數 英文的話是叫Variable 這個是叫Object 這就是他說的常常這兩個有時候會 這就是這裏英文 我們已經斷英文的意思 不是只有一個文件 不是只有一個文件 而不是一個文件 而是一個文件 就是一個文件 這不是更一般的啦 A more or to a result of a more 中文好語文好就會推了 這個more的作用是什麼 對應於前提 Not a little more表示更甚至 甚至even more 即使是甚至是一般的 應該是這個意思嗎 更嘛更加更是如此 even more 這沒有even 怎麼會是翻成更一般的 什麼叫更一般 不宜翻成 我們委婉一點 對 更一般的便算是 這裏是說 a reference may be 可以去系列 只能 他要系列 只能去 吸到一個對象 或者一個物件 不是一個字面詞 或者呢 甚至是一個 一般運算式 所翻出來 所算出來的結果 才是他要表達什麼 more more 這裡不是那個 它是even more more 修飾的是 not not 不是 general 應該是這個意思啊 這就是哪一招 找對數 然後搬 是這個意思 就算英文不是翻成中文 你又把那個意思講出來 你看翻成這樣 一個參考值可以細節 是一個物件 而非一個字面值 或更一般的 因為算是 不是結果 什麼叫更一般的 應該說 一個參考值可以細節 是一個物件 而非一個字面值 甚至 是一個 甚至是一般的 運算是 算出來的結果 應該翻成 對不對 哪有這樣的 我怎麼把這個拉過來 我怎麼把這個拉過來 你看reven value Val 4 等於使錯啦 你給處置的話 你處置器 必須是一個物件 對不對 Error Initializer 剛就沒有按那個點兩下 它就翻 Initializer Initializer 初始化器 或者初始化器 或者說初始設定式 必須是一個物件 Double Double 這個形式 別的 D Venue 等於3.14 這個沒有問題 這是一般的變數而已 然後 Int Reven 等於David 沒問題 它這個是一個物件 然後 來了 這個 形別不一樣 是錯的 一定 Error Initializer Must be Int 對不對 Must 蛤 你既然設定參考是這個 那你 始化器 一定要是 Int 你不能拿Double的來始化 對不對 來做它的初始化 好 好 很好知道 一個結束 S 我們就直接看英文版 S3 哇真的 要不是時間問題 我真的想全部讀完 真的很有收穫 紮紮實的學 這本書買的真值得 雖然它很爛 也不能說很爛 這問題很多 本身學術就是這樣 大家互相檢討 結唱不短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s If any 哪一個 定義是無效的 如果有的話 哪一個定義是無效的 第一個 第一個 Int 這個是有效 可是會被截掉 對不對 你這個是Flow的 普電數 你這是省數值 那這個Int 這個參考是1.1 也是 不行的 因為這個型別是Flow 你這個是 這是無效 對不對 這個是無效 我們這個 練習2.5 在51 在51 練習2.15 這一樣我們給他 直接就翻了 可不可以不要翻 太好了 這是什麼意思啊 這Google 那這個呢 Microsoft翻不出來 我就是要你翻不出來 來 怎麼複製 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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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有效 但會被決斷 有效 但會被決斷 然後 然後 欸 無效 因為不同型別 他一樣要同一個型別 欸 欸 欸 漏掉這個 因為他是藝文 哈 所以不能這樣 我們還是要用他這個 你不要自動給我跑出來 哎呀 害我重做一次 這個沒問題 多了一個這個 無效 無效 因為不同型別 第三個是 哎 罵 欸 B2 他這也沒講 AIVA是什麼東西啊 對不對 這要有效的話 AIVA是可以 因為AIVA是變數 是物件 也要是 硬的才行 然後 然後第四個是 然後第四個是 這為什麼無效 沒有初始化 沒有初始化 也沒有初始化的 好這接下來練習 2-26 2.16 2.16 2.16 如果有的話 一樣我們看英文版 如果有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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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我們看英文版 if any WHICH of the final assignment 設定值 指派式設定詞或者是無效的 If you are 如果他們是有效 Explain what they do 有效的話他們會做什麼 Int i 等於0 這當然OK 這是一串Clear Decoration 不知道 然後 它還可以 這是封號 隔開 換句話 這前面都是Int i 出此化為0 OK的 Int這個行別的參考 R1 它是參考到i i也是Int OK的 這也是OK的 好 這裡句號 分號 另外一個Double的行別D 這個變數設為0 整數好像怪怪的 出此化為0 怪怪的 然後Double的 這個參考 合號操場 設為B 這好像都OK 只不過用零射Double 怪怪的 馬上實作 那沒有問題 你看它這個 我執行到這一行 好 注意一下區域變數 D 還沒動 還沒動 I I 還沒射 因為這一行還沒直擊 喔 I是0 對不對 R1 I等於0 這是OK的 它參考 然後 D是0 0的話就點點000Double 它不會是字面值 還好 還好 它不是參考 參考不能設定值 沒問題 它是物件 D 所以R2這都沒有出錯 它變成 這沒問題 對不對 問題 對不對 然後 R2等於3.1 14 什麼意思 1 R2等於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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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一樣是0 沒錯 都是0嘛 R2等於R1 對不對 除了你說說 後面這個0 Double 一個是Double 一個印 這個是對 I是等於R2 I 等於R2 欸 不對啊 這不是等於 這判斷是 請解釋原因 為什麼讀的跟我讀的這個不一樣 為什麼讀的跟我讀的這個不一樣 If they are valid, explain why they do 他們做什麼啊 他們做什麼啊 不是壞欸 他們會做出什麼事 那怎麼翻成 請解釋原因 如果是有效的 請解釋原因 他們會做些什麼事嗎 我讀錯 他是說 把這個指射給R2 是錯的嗎 那把R1的指射給R2呢 也不對啊 雖然他們都是0 可是不能說R1的指 Azine R2 那 I 用這個R2去Azine呢 R2 R2 難道可以這樣單獨用嗎 不用前面加個 Azine 這個東西 挖個合好 然後R1 等於D 用D來設定 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這題出的怪怪了 對不對 which the following assignment are valid 哪一個 which 這裡就是 指派 哪一個指派是有效 喔 啊 對不起 這是宣告之後 然後這四種指派哪一個是有效 指派 What they do 解釋他們做了什麼嗎 怎麼會是解釋原因 怎麼會是解釋原因 解釋原因 先宣告他們的規則是這個 對不對 Recollation 然後欸 那個 哪一個指派 這些都指派assignment 所以他問你哪一個是有效的 然後 如果是有效的他們會做什麼事 R2現在是什麼型別 如果 如果這個定義之後可以用R2去 可以用R2去代他 C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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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像R2這樣嗎 可以欸 所以R2就是這個R2喔 喔 只不過他R2是參考 你看我這裡點一下他可以看定義 查看定義 時間還剛好 也可以印出來 這樣印出R2就是 就是0 0.00 還是0 奇怪 R2等於D 他不是00000嗎 對不對 印出的只有0 充的電你看充差的電充的電還會 充的電還會沒電 真的引用他的時候他只在宣告的時候加這個符號那個太明顯了 根本在使用他的時候 使用參考的時候其實就幾乎跟變數是一模一樣只不過宣告 所謂一模一樣是你別忘了 對不對他十字印上還要他接受一些前面提到一些注意事項 所以我們在用這個 宣告的參考的時候 前面的這個可以不用加在宣告的時候加就好 在使用他的時候不用加 這個Amplersand 宣告 為了定義 我們應該說是定義不能說宣告 因為宣告不一定要給一個初始值 對不對 所以 以宣告和定義的這個嚴格區分來講的話 參考就只有定義沒有宣告 對不對 就只有定義 不會有宣告 因為 宣告 卻不能有 那個 免利 修來 初始 設定式 參見 宣告 和定義 對呀 包括一個明確的初始期的任何宣告 都是一個定義 參見四十五頁 參見這裡嘛 對呀包括一個明確的初始期的任何宣告 所以 參考是只有定義的 不會有宣告 這個符號是在定義時才用 在運算時 不用 均不用 均不用 從這裡可以看到 直接可以掉 R等於這個設定 把3.4點 因為R現在是Double 當然是OK 這個可以 對不對 這是有效 對不對 因為R是Double 然後呢接下來是 R2 R1 設定 給 R1是In 當然不行 無效 形別 不同 I 等於R2 R2 設定 R2是Double 設定給I I 設定給I R2 R2是Double 有效 有效 但會被截斷 對不對 因為I是普通的變數 沒問題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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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甚至把兩個合起來講 變數物件 然後 R1是參考 用D來設定 R1 D來設定R1是可以的 初始化就等於是 有效 因為D不是值 而是Object 或者 Variable 或是物件或變數 我們試試看喔 是不是這樣 我們就列出來這四個 對不對 記得要換行 我都說看不出來 那這換行還不能這樣 一定要這樣 不加引號還不行 接下來是這個 這是無效的 等下一定會出錯 我們慢慢把它抽出來 然後 再印出這個有效的 可是會被截斷 這裡就可以換行 再印出這個 只有一個無效 好 現在是哪裡出問題 這個 印出這個設定給他 R2是Double這個沒有問題 印算是必須有整數或不限範圍的列舉類型 1 1是必須可修改的作詞 参考 R1射給R2 當然這個是錯的 我們先把錯的拿掉 這還不行R2是Double阿 把他射給他,他會影響這裡改了嗎 這兩個我們都給他 你看他這樣OK阿 可是寫到這裡就不行 應該這樣 我們要先 叫他印出R2,R2應該就是這個值 然後換行之後再 這裡出錯了 這裡呢 I等於我們一樣這裡要印出I 對不對 然後這裡要印出R1 應該是這樣才對 然後這個是這樣 這裡要印出R2 這個他好像是第三個還是第四個 我們剛好 放在中間我看 第二個 他要錯,影響別人 都沒問題 所以我們依序要列印出R2 這樣不行R2射兩次 會跑掉 所以R2這個我們下一次再弄 然後射出R2R1i對不對 然後記得都要加個 他真的還不能直接寫 單獨的 這樣應該就可以 預設這個印出來應該是3.1416 然後I印出來的應該是 一樣 不對 印出來就會變3 所以應該印出來的 第一行是3.1416 第二行是3 第三行是 R1是 等於I嘛 可是他又被D套過去 R1 設定為Double 這個值可以給他沒問題 可是他一樣要被截掉 那因為他是 現在D是0嘛 所以R1出來的還是0 沒問題 Double是0 Int也是0 看我們預測對不對 3.143和0 對吧 3跟3 R1是3 7變之後 欸 他跑完了所以沒有7變 R1為什麼會是3 R1用D去射 D變3.14 D變3.14 因為R 因為 對不對 這裡被寫了 3.14 因為R2變成3.14 所以R2就會牽動 對不對 D D D已經不是0 R2因為我們這裡改寫 他是3 這是對的 那因為R1是 Int 他雖然是參考 你看這個I一定也被改寫成3 所以I改寫成3 不是在這改寫 是這裡也被改寫 這裡很複雜 被改寫很多 至少都對啦 只是跑出來是數值 那現在就是這個了 有趣的 這個可以減下 Ctrl-1 就是他 你看 Ctrl-8 Ctrl-F8 Ctrl-F8 這時候 R1是0 R2呢 0,0,0,0 可以 等一下 我不是說不行嗎 欸 對啊 他兩個星別不是不一樣 R2 R1 可是他不是初始化 是不是 他只是指定值 而賽值 所以他是 還是0,0 0,0,0,3個0 所以你看真的要自己去操作 所以是OK的 所以不能這樣喔 無效因為 星別不同 有效 這個比較特別 在定義的時候 雖然 R1 1 R2 星別不同 但 可以引盤散漢 我現在先用這個詞 我現在先用這個詞 隱含轉型 這裡並不是在初始化 對不對 初始化R2 初始化R2 可以接受 你講一個 來我們 比如說這個好 定義 我如果是用這個 我如果是用這個 他前面定義過了 你看 Double and 非常速限定 參考不能以類型 印子初始化 有沒有看到 對啊 是定義才不行 定義和初始化的時候不行 所以可以接受 對不對 啊 就好像剛剛還不知道還以為參考都要加個那個 am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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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d 對不對 amper 對啊 以為都要加這個和號amper sand 結果不是嘛 那一樣 你別弄混了 他 要完全 一個參考的行別 和該參考所指射的物件必須行別 那他 他這裡只是把R1 設定值給他 不是叫R2指射到R1 這裡不是叫R2指射到R1 這裡有想用指射嗎 參考指射 都可以啊 不是R2 這裡不是要R2參考或指射R1 對啊 其實是可以的 關鍵就在這裡 前面我們這個判斷的 喔 這一題 這一題是因為 前一題是因為是定義所以不行 嗯 哦 所以行別不同時就不行 對不對 這裡不是在 這裡並不是在定義和初始化 你不信 好像我們剛剛有試嗎 對不對 你看我們馬上一個一個去檢查 這個 這個當然OK啊 有效 一般變數而已嘛 這不會等於啊 這不會等於啊 怎麼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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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R R R M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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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這個錯誤,你要知道他講什麼 所參考 優參考,常數就是可以優參考 優是這個意思 對不對 你如果給他變成P1就OK了 他現在還沒有刷新吧 欸 啊,對不起 這個是錯的 不是 不同型別,因為不同型別,且怎麼樣 不能參考 不能參考一個數值 除非是常數對不對 常數BD是桌子 Integer 這有兩個錯,所以剛剛我們那個還 不能參考一個數值 然後呢,第三個 他這個iValue iValue也沒有寫是什麼東西 等一下他就跟你講沒有 定義 你看 未定義 是不是也像未定義,那我們就給他定義 就是完全正確 我印 轉換為印 無法由印轉換為這個印 因為這個沒有初始的話不能用 因為這個沒有初始的話不能用 這抽在哪裡 沒有初始的話 沒錯 欸 印 AValue 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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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定義啊 定義用他 定義 用變數定義是對的啊 欸 我的觀念還錯 原來是沒有刷新的搞什麼嘛 那假如是這樣的話就不行 也可以 沒有初始話可以用 對呀 對呀他說的啊 不一定會出生錯誤 可是哪一天會算出錯誤你就不知道 你還是要習慣把他初始化 比較保險對不對 這裏一定要初始化 這裏假如是另外一個 Double 類型印非常速限定的操考不能印 所以他這裏是這樣 要有效的話 沒有也要是硬行別 而且經過 再補一個 初始的話才行 最後一個 對呀 鬥志 怕你講的不夠 詹密 這 錯誤 必須要 初始設定師 沒有 因為沒有初始 初始化器 他那個是翻成初始化器 這兩個我們都給他做這個詞彙 OK 初始期 還是翻臉初始期 哇,又死一點了 又來,還要 叫出門 最後一題 夏列程式會印出什麼呢 接下來陳出會印出什麼呢 不換行也可以 印 然後 用一個參考R1 R的意思就把它referent 參考I I等於5 I設定為5 所以R1一定也是5 他會跟著跑 他是抱在一起 系列在一起 R1等於10的時候呢 I也要變成10 所以他印出來的一定是10 我們剛剛已經經歷過了 兩個都是10 對不對 試試看吧 好啦 就表示我們真的會 列印出來的是40 對不對 40 有點空一個 好 接下去就是 52的指標 也有52 參考和指標 負荷型別 參考之在 今天我們就到這 前面一直盪掉後面還可以給他 終於有一紀錄 也已經快三個鐘頭 阿彌陀佛少照月都念好 那我們直播房他還先掛 阿彌陀佛 剛好互補啦 這裡有那也沒有 大為經濟夜夢幾香阿彌陀佛 好 好 好 OK 好 謝謝你 好